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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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給我吧 我答應你 無論你想要什麼都好 我都可以幫你實現 我會令你幸福的Abby 人其實很簡單 不過很可惜 你不是疼我的人 香港格格不是屬於我的地方 別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去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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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很忙 多忙都要吃飯 遲些上來好嗎 我去分手 我去分手 你去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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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事? 你喝這麼多酒幹什麼? 你喝點少許而已 我剛才打給阿比 他那樣怪怪的 你吵架嗎? 九成九成是煞氣了 拍拖煞氣很平常 不…要不我們幫忙? 不用了 明天我幫你打電話給他 不要,媽 你什麼事? 二姐 我跟Happy分手了 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先看看吧 行…我想一個人靜一下 先回房間 那怎麼收貨? 我想是茶杯裡的風波 什麼事這麼嚴重? 不用怕,包在老娘身上 明天我一定會去找阿比 問清楚 那我要不要一起上去? 不用問,你去看店 那我好舒適,放在我身上 沒事…我搞定… 伯母 阿比 你昨晚說在家裡工作 所以我專門來探望你 做事還是做事都要吃東西 知道嗎? 你沒空來我喝湯 我專門拿來給你喝 還有…我親自包個水餃 多菜小肉健康 放在水裡慢慢吃 伯母 好,先喝杯茶 謝謝 還好,我買了火龍果給你 清熱氣的,很棒 伯母,你以後不用再拿東西上來 我已經辭職,打算離開 你見回你媽媽的事 我們都知道了 不過無論你多不喜歡她 她也是你媽媽 怎麼樣?十月懷疑你出來也很辛苦 這件事過了這麼久,你就原有她 這些外人很難明白的 是的…正所謂千冠難心家庭事 不過我真的不想你見到和阿靖吵架 我們這家人都很疼你們的 我知道的,我和叔叔 有到處和你們看房子 一看得對,我們就結婚了 我想沒有這種需要 我預約了回美國之後 不會再回來 傻丫頭,叫三下而已 我不是幫助我的兒子 不過如果阿靖有什麼不對 你就多給他一次機會 不對,可以談得對,對吧? 問題不在這裡 我也是國內人 其實兩個人相處 最重要是互相體諒 所以可以做成夫妻 正所謂少年夫妻老來本 要找個盤樑不容易 這件事根本不能讓步 除非他肯跟我回美國 回美國? 突然為什麼要回美國? 我和他一直有兩年的協議 說如果我不適應香港 他就會跟我走 有兩年的協議?怎麼搞的? 突然為什麼要跟你回美國 你這樣做不是很自私嗎? 我之前說他 可以放棄美國所有事情 要跟他回來 為什麼不可以反過來? 因為你無情,你沒有媽媽 但阿靖有,他有爸爸媽媽 有哥哥有妹妹 我們一家人的感情很好 伯母,我不想跟你喊架 好,那我和你沒話說 你給我吃完這些東西 水餃給我清瘡 媽媽,水果易噴,水餃難吞 要煮的,這裡又沒爐又沒租 你還說幫兒子煮的 現在睡到以前很重 根本就是那個阿鼻 盲塞偏激死牛一邊頸 他的腦袋塞了水泥 做了做不開 是媽媽,切了筆離皮 就十元九首嗎? 那幾歲小子被媽媽丟下 真的很可憐 那些心理陰影我又不明白 來…總之送這本書給她 什麼字?她不懂得懂 殺是不方謊言,三個的意思 她作者是九十歲的媽媽 把她家裡一家三個字寫在裡面 二六十幾年的婚姻生活中 又溫馨又堪寒 雖然她老公和女兒前後病死了 不過真情就將她們永遠迷在一起 這本書將家庭的意義 意義得很真摯,很感人 這本書給她看也沒用 那豈不是蛇來的,她冷血 Abby錯過了,她媽媽也要負責任 你一定要幫她 你說過,見面就知道她一旦翻三 她對媽媽不好,對老爺婆婆不好 對大伯不好,對姑姑也不會好 這些事怎麼可以相提並論呢? 你絕對我罪 我只是以事論事而已 爸爸,別騙了 你說誰騙? 兩個都對,只是觀點與角度 好,這件事我不跟你騙 只說她,逼她回美國就不對 我們全家都在香港 那邊沒人沒脈,對吧? 對嗎? 我說過了,有陰影應該有心結 爸媽,你們別吵了 特別在二老面前,她已經很煩 那倒是 別再給她壓力了 不行… 兩位先吃完,其他跟著來 好… 有很多東西吃,我吃不吃了嗎? 兩兒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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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慢慢吃慢慢聊 對了,你知道這腦水汁怎麼做嗎? 好像是用花椒八角之類的 吃的時候看不到 其實那些花椒和八角 已經濕進了豆腐裡,混在一起了 爸爸,你是不是想說什麼? 就算你離開了香港,大家看不到面 但是你和家裡都分不開 你始終是爸爸媽媽的兒子 是你大哥和阿美的兒童 你和Abby有兩年痴藥 但是又不想丟掉家,對吧? 爸爸,你都知道了 不要因為家裡放棄了這種感情 爸爸不希望你左右為難 就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 好,如果你真的喜歡Abby 就跟他回美國 不用擔心我們 但是… 很多人都說 兒子你長大了,有沒有人要飛 其實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視像通訊連暗衝都看到 更何況現在坐飛機那麼方便 爸爸 你走了,還有你大哥在這裡 好嗎?阿美也有時間沒嫁出去 我只怕媽媽生氣 作為媽媽的 個個個都希望自己的兒子留在身邊 不過爸爸眼睛放得遠一點 正所謂男兒子座四方 何況生氣還生氣 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兒子有幸福 難道見到你脫脫會安心嗎? 行了,我會勸你媽媽的 謝謝你,爸爸 糟了…你看看 那隻蛋幾次月亮 那些古人的詩詞真的很到目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成冤 就算可以一起吃月餅 也可以一起上月 我知道這樣做了,爸爸,謝謝你 是娘子爺,心裡多謝,來,乾杯 謝謝,來 這麼老套的心裡級 你不是說我老套嗎? 那不是,最重要是受吧 喝一杯咖啡吧 你叫我收拾行李收拾通宵嗎? 你肯補回一個月薪金給公司 馬上離開, 都知道你很缺絕 你和Alex真的無法抵擾了 我要回美國, 他留在香港 我們兩個選擇的路根本不一樣 我覺得Alex很無辜 你們一起了那麼久, 這樣就放棄 很可惜 走到這一步我也不想 但很多事情都不到你不放手 Alex, 知不知道你明天會飛嗎? 不如告訴他, 當是給大家最後一個機會 這樣對他也公平一點 就算是讓他走 全部提升、雪糕 你以為是在陷害 我以為是超級難冰 你以為是吃飽 在那邊要吃飽 我以為是不能吃飽 你以為是棒冰的 你以為是著名冰的 先生, 我以為是este 我不吝了 自己找我, 你以為我 送完她去機場 她走了? 她在機場見不到你 就知道姑姑最後沒有告訴你 她沒有說什麼? 沒有,要說的話應該早就說完 帶著她 又不是生日又不是過年 為何無緣無故給我一封泥士 開工大吉,你小離子 儀少我們開卷有益重新啟業 我不是姑漢,不是燒煮的贈應 謝謝你 記得要收多些學生 同理滿門,記得請我這個包祖公 拆一頓劑 勝利歸宜 好了,不用你了 爸爸,找這麼多東西出來做什麼? 你幫我看完它 這麼多?什麼交貨? 我從現在開始就正正式是書店的老闆 賬簿、文件和資料 一定要清清楚楚 哦,就是丐幫的打狗棒 你現在正式傳位給我 讓你可以就號令天下 嘿嘿嘿 爸爸,兩兒子爺是誰計的 所以你快跟我學習,快點上手 好啊,好,明白,讓我考考你了 現在到月尾了,下個月應該入多少書 入哪一類的書 風水書,流年運程那些 為什麼你會想到流年運程呢? 這個星期多好賣,那些書買了幾本 早兩天,那老伯一數數兩本 當然不行了,兒子 一時間的銷路不作準,還有你想想 我們說年頭拜神,年尾還神 流年運程,我怎麼會去年中呢? 一年之計就在月春 這樣倒是,薑的也越來越能 我又去拿些女兒書,看完它 文叔真是十足十個教書先生 我是方小明,正在讀一年級 慢慢學吧,萬事起頭難 那倒是,就當如宮而山 你有客人,好嗎? 歡迎,隨便看 我想這本《萬曆十三年》 《萬曆十三年》,是歷史書嗎? 等等 這本是嗎? 是,謝謝 《萬曆》是名叫神宗的年號 這本書主要是分析 明朝中葉的巨大變化 裡面提到名神宗 和張居正的關係特別精彩 是呀,我聽說有全新的觀點 打算買來看看吧 是呀…那個作者很厲害 他不僅是微觀,還是宏觀 最好是心理學,全都寫進去 是呀,你對歷史也很有研究 很富善 你喜歡看書嗎?對了… 來… 來…如果你喜歡研究朝廷觀仔的話 這一本是醜陋的中國大神就適合看 真是每一本都很棒 你好 你好,開玩笑嗎?有這麼忙嗎? 你不是打算用工作麻醉自己治療情傷嗎? 還小嗎?公司穿了很多東西去做 看得都踢了腳 你看看,沒殘沒黑眼圈,還挺英俊 你又怎麼樣?剛才榮聲叫書店老闆 關不關了嗎? 唉…我和爸爸真是蚊腿和牛腿 他呢…博覽群書什麼都懂 我對著客人就沒有共識 打算看多點書吧 春秋五霸呢 有些什麼齊緣功、送雙功 你知道我最熟誰嗎? 誰? 周公 我一拿起本書就合眼份了 我什麼功都忘記了,只是想找周公 還有啊,那些作者我做得混亂了 立蘭勝德員是男人 蕭君蕭紅不是兩兄妹,是兩夫妻 你是不是真是玩死? 一步登天嗎?慢慢來吧 OK,明白了 萬丈高樓從地起,學問也是同一理 小學紀念策也寫過了 我相信一定是怎樣的 是嗎?遲些我每個天賺錢給你 什麼錢? 爸爸說我,想你退休之後 把書店交給我 不開店的錢,你也不偏要拿出來的 你這麼說我真是傷了 兩兄弟你不是跟我計算的 要計算的話,當年要單位投家 做個公務在美國讀書那筆錢怎麼計算? 又不是這麼說的,八十萬 你計老計算數幾句 好了…不計了… 大哥,也要做江頭阿婆吧 什麼江頭阿婆? 沒有,沒頭髮,沒得梳計算 那就真是沒計算了 難夾 難夾搭配咖啡,順便坐順風車 大哥,現在去煮咖啡 別睡著,兩兄弟齊齊開夜 我去煮咖啡,你去煮咖啡嗎? 我去煮咖啡,你去煮咖啡嗎? 我去煮咖啡,你去煮咖啡,你去煮咖啡 你去煮咖啡嗎? 行才學酒不行的 看書呢?你試試看簡介 知道大廊才慢慢看,這樣才對 你有點道理 你的咖啡不要當水喝,傷身兼壞胃 不喝怎可以? 就是用牙籤撐著眼睛才行 你的咖啡渣不要賭,留給我 我真的被你激烈了 你叫我不要喝這麼多咖啡 不喝咖啡哪有咖啡渣 對了,你的咖啡渣對不對? 要來辟味,很有用的 是嗎?你怎麼知道? 看書學的,這些是冷知識 什麼書有這些冷知識? 有一本書叫《一萬個為什摩》 天文、地理、麥理、法學 什麼都有,我還沒看完 東西很有趣,很有用的 這麼賺錢? 是嗎? 你嘗嘗看 看書最重要是有興趣 那就試半功倍吧 你的咖啡可以了 記得留些罩給我 好的 好,MKC這個項目你們做得很好 客人很滿意 未來一年,他們都會讓我們公司做 Alex,你可以有魄力 要你做我的銷售部分也一樣 證明我沒有看錯人 公司決定將來你們倆 遲些出明年中的優惠 Alex,你最近每晚都可以加班 你女朋友不會怪我的 加班幾晚都沒關係,他回到美國 他們出旅程還是淡親? 三文,我們可以分手 對不起,你沒事吧? 對,我沒事 對的,這個節目必須繼續 這次只不過是人生的小部分 可以下班,一起去喝酒吧 我知道有地方有很多女兒 你有沒有英俊? 阿Hill是我最佳拍檔 沒理由有節目不叫他 好… 三文二三女,麻煩你 你吃午餐吧,麻煩你 好,謝謝 對了,伯母她沒什麼事吧? 她心情平復了很多 她也知道有些事是勉強過你的 沒錯,有時候有些事過去了 有些事過去了 看來她真的放下我了 還是那句話,做人要向前望的 是…雪糕,要不需要幫你點一份? 雖然甜品的誘惑 對女人來說很難抗拒 不過我們還沒吃整餐 有什麼事,先點一份 反正我也想吃 好 現在不用偷吃了 還可以光明正大地吃雙球 我也要,肥宅兩份吧 好,來吧 這堂大家都做得很好 記住下一堂帶乾的花粉回來 我就教大家做這個聖誕花 好了,收拾點東西了 再見,伯母 伯母 好漂亮,伯母,你怎麼做人老師的? 什麼? 這些在中間黃色小粒粒,這些才是花 你剛才教的小朋友做的大塊 紅色這些不是花粉 這些是旁邊的包葉 你說真還是說笑? 真是珍珠雞,我看書看版 什麼書? 就是這本,你介紹給我看的 你真是即賣即賣 這些叫活學活動 無論如何,謝謝你提醒我 當然要提醒你 為人師表會,如果教錯了 被人少得臉黃 我把錢放在你的袋子裡 是否值得請下午茶? 你先請我,我教他看書 要不然誰會威蕃蕃蕃? 你又錯不完 坦白說,我現在拿起本書看 真是越看越精神,越看越有興趣 有沒有聽錯?這麼快就看書人? 是呀,阿鍾提醒我的 原來解釋自己有興趣看的書 這本書不僅不瞞,還不能停手 欲罷不能 什麼書這麼神奇? 就是這本,冷知識的書 那本書我很少看 很有趣味,爸爸 好,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知不知道生物最有腦嗎? 當然是人 錯了,是八爪魚 原來八爪魚每條鬚都有一個腦 總共有九個腦 你說他是不是最有腦? 你玩食字,多腦不代表有腦 那不是?好,那就再問一條吧 我拿好貨,過去補一補貨 爸爸,我去看 我去看一看 一個、二個,怕不懂得躲避我 阿忠,這裡是客人留下的電話 他們說看中你的貨 想知道可否預訂 當然沒問題 那你自己叫客人 好 至於賣了的貨,我們月尾一次計算 好… 你的衣服在哪裡買的?多漂亮 買了很久了 我還打算買來送給我弟弟 我弟弟應該讀品牌 那你整治點肚,他讀品牌 兩者弟都是藝術家 不,他比較聰明,他很有天分 他很聰明,對不起 我先幹什麼 喂? 姐姐 弟弟?現在什麼時候? 你在學校還是家? 我沒有上學了 沒有上學?為什麼? 因為我在下暑假 對呀,在下暑假 那你有沒有打算去看那些什麼畫展? 沒有,但是我回到香港 現在乘的士回家,你在家樓下等我 你回來了嗎? 弟弟,弟弟,弟弟,弟弟 姐姐 弟弟,弟弟,弟弟 弟弟 你好像瘦了 我瘦了?不是吧 我差不允許餐餐的食物旅程 你瘦了就差了 你姐姐這種叫做健康 來,走吧… 我來吧 先把他收拾給你 王子奶 阿叔,阿忠 我弟弟,家晞剛才有一個回來的 我去這裡 一表人才 是呀,整個電視明星,像胡蜂 你像林峰一樣 是不是像林峰? 是呀… 他不僅是英俊,還真是英俊 他現在在英國那邊大學 讀小藝術是最一年就畢業的 姐姐,這麼害怕滿身人 不會… 初期時我兩個兒子在外國回來的時候 我到處介紹他 給人認識他怎麼能幹… 兒子在孖心目宿永遠都引以為名 姐姐就是一樣的 方師奶是我們旁邊A座的 我們全家人都很好人 我現在就在方師奶的 三雲宿書店開班教人 其實我姐姐經常看你們 所以真的謝謝你們這次 別客氣了 方師奶,這個我送給你,是花茶 送給我?謝謝你 不用,這隻叫Rose Hip玫瑰果 它有很多維他命 它有氧氧,有氧氧 它對皮膚很好,而且對頭痛也有幫助 謝謝,謝謝 別客氣了 表叔,這一份是你的 連我也有,謝謝 這隻是Bluwery藍莓,是補眼的 是… 我現在很少年輕人 這麼懂得帶體,這麼有家教 是… 這個地方不錯吧? 不錯,非常不錯 但是你要跟我讀書工作這麼辛苦 又要有層樓還這麼大 Pansy幫我選擇的 是,她做地產的 她說有層樓大一點 你不用做廳長,有間房間睡吧 好的 那間房間? 她回來了,你先躲起來 這麼早? 不斷眼眉調又很累,早點下班 你猜猜誰回來了? 不是吧? 驚喜,差點是Belgy姐 嗨,是不是下一條呢? 我知道下一條,簡直是急跳 你姐姐不是剛才幫你交完那些寄宿費嗎? 為什麼突然回來? 那是明年的寄宿費 我現在放暑假 她的同學有時候不能回到香港 很便宜的養了一張機票給她 她說掛念我,想給她驚喜 謝謝 Pensy姐,真是麻煩你介紹我姐姐買樓 還教她留定房間給我 讓我不死做廳長 真是謝謝你 我想你還在一年才畢業 你姐姐又叫我留在這裡陪陪她 誰知你又失機無神地回來 這房間現在… 對呀,那怎麼辦呢? 我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不用煩了 難怪你姐姐經常說你聰明 這麼划算,Pensy姐今晚請你吃一頓 喜歡吃西餐還是中餐? 中餐,不過西餐也不要緊 但最重要是幫你把東西搬出來 收拾東西? 很簡單,隨便搬一些被鋪出來 收拾個位置讓我放個房間,站好 你不是打算讓我做廳長嗎?弟弟 對呀,這樣也不太好 我和你媽一鋪吧 不要,你的床長這麼小 兩個人睡來就逼得很辛苦 我都可以回來一個月而已 如果Pensy姐睡不習慣梳化 你找一間屋由敏兒 你做地餐代理嘛,對不對? 那這樣就行了 剛才收拾東西收拾得很累 就近一點,在這裡吃一頓好 下次我再請你吃一頓勁吧 沒問題 這間店不差,我和阿忠Sir也來的 弟弟,有什麼隨便點點 好 放棄,謝謝 是 要什麼呢? 做一碟韭菜豬紅 韭菜豬紅 大豆芽豆泡 大豆芽豆泡 老水豆腐 老水豆腐 今天鵝片挺漂亮的,要什麼碟? 不要… 鵝很毒的,清清的,煮一碟鹹菜煮魚 另外,凍蟹也挺漂亮的 要不要嗎? 色飛也沒用了,我皮膚敏感 這樣嗎?再加三碗潮州粥 那碟潮州粥 應該夠了 夠了?好 你什麼時候皮膚敏感? 很聽你的題目 我這陣子是黑仔 這麼巧 這麼巧?今天怎麼這麼晚吃飯 介紹給你認識 我小朋友家晞,英國回來的 你好…我經常聽你家晞提醒你 今天見到你,果然是帥氣 對,我是旁邊A座方森名額 人人叫我OK明的 OK明,明哥…你好,吃飯了嗎? 我還沒 就一起吃吧 今晚Pensy姐替我洗塵菜 那這頓一定會賞臉 你挺不客氣的 我爸媽在這裡喝,沒有開飯 我下來打算買一盒小粥就算了 真想不到 百年難得一遇的Pensy姐 請吃飯都被我遇到 那要不要加菜? 我一定要加,看看有沒有菠蘿雞 靠癡的那些 不用了,我其實很小吃 明哥開書店 你不是經常買那些什麼畫冊 做參考書嗎? 我應該去訂賠便宜一點 是呀…你隨時給我一個書名 那先勞開,明哥 客氣什麼氣?隔壁鄰舍,守望相助 對了,上次你姐姐趕樓趕命 會錢給你交住宿費,說不說一次? 說得一次,但你問了一點 當然問,問銀行借十萬元 我搞了手續,你都遲了 問銀行借錢? 為何沒聽你的提告呢? 其實呢… 吃東西吧,這麼多話要說的 你不用管我 我則不時口口口隨便說 明哥,吃你的豆腐吧 我選擇的,我吃你的豆腐,你來吧 吃粥…這粥很漂亮 吃早餐 你不要告訴我,你昨晚玩電腦玩到現在 之前考試這麼辛苦 現在玩一下輕鬆一下,都是人之常情 玩電腦你這麼著迷 考試我又不見你通宵了 出去 好,你先讓我打完一點點吧 你還不走? 你多給我一分鐘吧 一分鐘就好了 一分鐘之後你再不出來 我會跟賣你出去 行…我正在來 麻煩你畫一下你的女兒 照照照,叫幾百聲都不肯出來 你不是一樣 乖的時候是你的女兒 有的時候是我的女兒 你是不是要搶我的後腿? 阿美,快出來吃了,快凍了 吃吧,吃得太多了 快點 坐吧,三小姐 早朝三吹四請 什麼? 什麼? 我說過了 吃晚飯時坐不齊日 早餐要齊齊坐 老婆,我姓什麼? 你也行 打遊戲打得爸爸姓什麼都不知道 不是,活物喪之 一於訓練三天不准打遊戲 好 我剛才不是打遊戲 人家剛才是上Lookface那裡 找幾個小學同學 太開心,聊久了 你不是說你同學全都疑問嗎? 還有聯絡嗎? 沒有聯絡,剛才找回 你在小學二年級 坐在旁邊的Mary 全家都移民去美國 還有些同學去了加拿大 有些去了澳洲 還有些剛才回來香港 會不會?十幾年都沒聯絡 又可以找回,甚至幾點 不,現在網站的資料庫 和尋找功能做得很好 什麼都搜尋了 是呀,爸爸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可以給我幾個名字 說不定可以找回你十幾年前的朋友 甚至是三十幾年前的初戀情人 都可以 如果你有的話… 他又有鬼,我初戀情人就問我了 如駱,說了電腦,我真的有事問你 我插下了一張紙 你知不知道一張嗎? 大哥,我對著電腦就拿手不成勢了 爸爸,你比我好多嗎? 大家都在初戀 你知道嗎?有一次有個客人問爸爸 你用什麼窗戶? 爸爸回答我用鋁窗的 那你們少用美上手而已 這樣吧,我一人買一張照片給你們 那也不用,超佔有就行了 不,你想我們學電腦而已 不用擬本商人的 你用下了就知道電腦的好處了 搞不好用衣服出去四請 也沒人出來吃早餐的 是呀,你以為我們好像阿美一樣嗎? 我們會有節制的嘛 姐姐,這麼早? 是呀,早上都要開機洗衣服 洗完就跟手拿起來 一堆衣服這麼大堆 你幫Pensy姐洗嗎? 開機就一起洗,機洗又不是人手洗 烤衣要人烤吧? 有時候她會幫我烤的 你起床了,我煮早餐給你吃 好呀,我幫你 姐姐,喝點飽 是呀,我的水沖沖吧 還有,加一隻蛋和火腿 不用這麼大陣醬 早餐簡簡單單就行了 甚麼不用?早餐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營養豐富 我已經替我兒子發營時期了 姐姐,你還把我當作小婚子 對了,昨晚睡得好嗎? 好呀,這裡旺中大靜開槍也不覺得她慘 姐姐,你給了很多手期嗎? 四成多,打算多給點手期 你會夢想你 那有沒有再拿層樓出來買? 沒有,為甚麼這麼問? 因為昨晚明哥說 為了供我讀書,你問人家借錢嗎? 是意外,本來不用的 甚麼意外? 到底發生甚麼事? 你告訴我,別擔心的 其實是這樣的 Pensy問我借錢 打算跟朋友去找水貨賺一筆 誰知道全都虧了,她也不想的 她也是被人騙很無辜的 即是她沒有錢還給你 於是你就逼著問人家借錢 借了十萬元 她也虧了,她也不想的 你好 這張髮髮哪是人份的?真是壯鬼 昨天到了 知道了,我不是比你更深? 你…甚麼環境?不用擔心 Cash還未必有 不,你先聽我這麼說 但你頂點來,我一定能哄我姐姐 就這樣 甚麼哄你姐姐?你說甚麼? 沒有 沒有?我明明聽到的 你想怎樣? 我也不知道你,阿密 你是不是還沒睡醒? 是不是在做法律室? 甚麼事? 我剛才親耳聽到她跟別人說 說甚麼?鎮定一點 我一定會哄我姐姐這樣說 甚麼? 對,甚麼?你為何挑撥離間 所破壞我和我姐姐的感情? 我只是說一句說一句 我們兩姐弟有甚麼叫哄,甚麼叫不哄 你不同,你何此哄? 你直接騙我的姐姐,對吧? 你說甚麼? 我說甚麼?你知道嗎? 你騙我的姐姐的錢,十萬元 是誤會,人小句吧 甚麼騙?用這麼難聽 我借而已 好,好,你借回來 那你打算什麼時候還? 有就還 那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 When? 你… 不還就叫做騙 那我沒錢怎麼還?還一條命給你嗎? 有心還的 文藝行借也能借回來 我姐姐也是文藝行借而已 弟弟,別再說了 不是呀,姐姐 其實十萬元不算有很多錢,好嗎? 但是你被人騙的也不值得 你每天都捱耕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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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賺回來的錢全是有血有汗的 我也是被人騙的,你相信我吧 我相信… 姐姐,你太好人了 幫人是對的還可以的 但是同情心是很容易被人利用的 我什麼時候利用你姐姐? 她在這裡吃,在這裡住 你身碎身汗,在裡面住通墳 她呢?她整條死屍蛋在這裡帶墳 本人不洗東西,又不擲地 又不抹衣服,又不搭 什麼都不做,懶得死 別說我看死她 我肯定她一會兒被子都不摺成 一堆被子在那裡就等你接 其實我懷疑你有沒有交過租的? 我…什麼沒有交租? 我…我有的 有… 姐姐 姐姐,你還在這裡幫著她? 你知不知道從頭到尾她都會找你 你當她老朋友,她當你老襯 弟弟,事情不是這樣的 夠了,你當我壞人嘛 那我就不可以在這裡耍刀鼻 你滿意吧,我滾 很滿意,完蛋了 Pensy… 對不起,我也沒怪你 一個是好朋友,一個是弟弟 你也相信自己是親弟弟 我不想你難做,上去吧 那你找個地方下腳,打給我吧 可以了 你拿去摘袋吧 不要啊,我免得被人說我騙你的錢 我也沒這麼說過,我相信你的 我不想被人看死 你拿去吧,我們還有計算嗎 是你硬要我要的 我去找她 知道了 小心點,知道嗎? 你也小心點 小姐,不想聽也再說一次了 我真的沒有腫傷你弟弟的 他是有問題的 我明白了,知道了 好吧,再見… 是 阿忠 你有沒有撞車 你怎麼開車呢?你發雞慢的 撞車整條命都不夠你賠 你神經病啊 小姐,你沒事吧 沒事,下一個下跌倒而已 所以不需要我送你去檢查一下 不用了 你還有一間Pena,有事隨時找我吧 行了,他有甚麼事我會隨時打電話 我幫你,對不起 你看甚麼? 你不認得他嗎? 他經常想八卦雜誌 專門幫明星扮靚,幫整形醫生 是嗎? 不知道他要幫我弄得好 要多少錢呢? 你想跟哪一個討論 就看看他有沒有網上 如果有,你就按一按這裡 接著就可以留個訊息給他 明白了… 還黏著腦袋嗎? 我去倒杯水 文叔,老婆姓甚麼? 你只顧著玩電腦 老婆姓甚麼都不知道 不是,以前不知道 原來上網很過癮 本來以為只是年輕人玩 原來有很多同道中人 有很多阿伯嗎? 甚麼… 很多喜歡看書的人 大家在網上交換一下 看過甚麼書 哪本書很精彩 我介紹他們去我們的開券有益賣 原來跟書店做生意 齊襪說 最討厭的,我去看書那裡 找回以前的舊書人 來,帶頭沖,不知醒 還有答案的那種 這麼賺鬼? 對,還有誰 這麼早,誰來? 找誰? 我們是科技做阿總的警察 電腦罪案? 我剛剛才學電腦,這樣也犯了 怎麼關你的事?爸爸 阿正也不會做壞事 哪位是方芯美小姐? 我是… 這張是搜查令 現在懷疑你跟阿燈電腦 偷設試卷案件有關 現在我就會搜查你們的家 以及請你跟我們回警署協助調查 阿美偷試卷? 臨時 大師小姐 你會不會吃掉 是 不可 無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